今天我们来学习相形图,数据的分布与相形图的关系 今天我们要比较相形图与直方图的区别 所以要先做出这两个图表 首先把右边的数据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 再根据排列好的数据,求出最小值、中间值和最大值 东京的最小值为17,大阪的最小值为27 东京的最大值为56,大阪的最大值为55 由于数据的个数为偶数,中间值取正中间的两个数之和除以2 东京就是31加31除以2,等于31 大阪就是44加46除以2,等于45 接下去,求第一四分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 第一四分位数为箭头范围里的中间数 东京为20,大阪为42 第三四分位数为箭头范围里的中间数 东京为49,大阪为51 用这个数据来做出相形图,结果如图所示 接下去,来做频率分布表 像这样,用频率分布表做出直方图 结果如图所示 那么,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图表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直方图可以清晰地看出有多少数据分布在什么阶段 但看不出中间值 相形图可以直观地表示出中间值,而直方图不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大阪的数据分布范围比较小 东京的比较大 像这两种方法,是数据表现的一种 在已知中间值,想要比较数据的情况下 根据目的,可以分别使用相形图和直方图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 写出正确答案吧 以下是关于明古屋的数据 用以下数据做出直方图和相形图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答案如图所示 最后,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 首先,把右边的数据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 再根据排列好的数据,求出最小值,中间值和最大值 求第一四分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 做出相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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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平率分布表 然后做出直方图 最后,比较数据分布的情况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